奇葩新闻千千万 你没见过的占一半 广西两名男子进入同一家公司上班 在此期间得知 老板很信风水学 还给他俩炫耀了自己家组合的位置 然而没过多久 两人大半夜来到老板家组合位置 偷走尸骨 想等领导发现后 再撑自己组合风水 再次拿出尸体要攻 2020年浙江金华一母亲 接到女儿被绑架的电话 绑匪向其索要50万赎金 母亲表示自己真没这么多钱 经过300个回合的砍价下来 母亲砍价砍到3万3 后来确认是女儿手机掉的 广东活山一少女玩网络游戏 应购买手机被骗5000元 随后母亲出面追讨 又被骗6000元 广东三名男子合伙买设备学技术 想要造出一元的假硬币 三人最后成功花费20万元 造出17万每一元假币 岛国某家庭 母亲和女儿正和家里的狗玩耍 随后女儿的父亲回来 小狗出门迎接 闻了闻父亲穿着的黑袜子 忽然巴大一下脏下 立刻将小狗送往医院 拒诊断 小狗是因为父亲的脚臭而昏厥 这件事以后 小狗看到父亲身体就控制不住发动 最后一个分享给你便利的朋友 辽宁沈阳医钢厂医院 凭借熟练的手法 治好无数多年便利的网友 网友因此送上了 致辟演义决的锦旗 网友表示 简单粗暴又硬核